然後一下飛機出來就是海 然後是碼頭的海 就是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國家這麼的美 因為我之前是去澳洲當背包客 打工度假兩年 那後來回來工作之後 就一直很嚮往 就是當初流浪的生活 就想說離職之後 可以去找一個地方來深度旅行 於是就選了印度這個國家 那走到南印的時候就發現 欸馬爾蒂夫很近 所以就想說 欸我可以去馬爾蒂夫 休個席度個假 就只知道馬爾蒂夫好像是一個很貴 然後很夢幻的地方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玩水 所以都會跑一些海島國家 但是馬爾蒂夫 就打一下飛機給我的那個感受 就是非常的震撼 然後一下飛機出來就是海 然後是碼頭的海 但是它碼頭的海都是清澈見底 然後看得到雨跟珊瑚 就天啊怎麼會這麼的美 然後就是覺得 哦怎麼會有一個國家這麼的美 有發現到馬爾蒂夫它其實不是就是只有度假村 然後它也有居民島 但因為居民島的資訊非常的少 那我那時候是有找到一個資訊是可以大家度人 大家兩個小時的度人 到臨近的一個居民島 然後那邊有一些民宿可以住 因為那時候背包客嘛 所以居然沒有很高 到那邊之後我就覺得 欸好漂亮哦 那我本來就有在潛水 那去潛水的過程中 我就覺得那個海真的是 深深令人著迷的那種深藍 那個藍真的是很漂亮 我那時候已經有三張潛水證人了 那再下一張是 Divemaster 邊潛水邊在那邊放空的過程 我就一直想 對啊 人生有多少的下次 為什麼人生總是要等下次 當下就做了這個決定就是 我這次要留下來 完成我這個一直想做的一個夢想 感受到很多當地人的幫助 因為那時候我決定 做這個決定是很臨時的 我記得那時候遇到一個老闆 他人非常好 是在路上認識的飯店老闆 我還不是去住他的飯店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他 他就說 我願意支持你 只要50$ per night 我就說 謝謝你的好意 但50美金有點貴 他就說 不是50$ 是15$ 我想啊 什麼才15美金 而且是海景的第一排的飯店 因為得到他的幫助 讓我可以 在一開始有一個棄生之地 我是待在瑪夫許 開始我的生活嘛 然後因為跟當地人聊天的過程中 我就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的島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居民島 也是有當地居民在生活 可以去探險的 那時候的感覺 就好像是發現一個新天地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興奮 今天我們來到了一個新的島 叫做達拉賓堡 它的環郊離岸邊非常的近 所以如果你想要浮潛 隨時都可以穿上你的裝備 跳下去 馬上就到環郊區囉 馬上蒂夫他們是伊斯蘭教 就是回教徒 像我們會忽然想要去買個東西 怎麼店又沒開了 就是他一天會騎到五次 然後就會關門五次 當地人的那種生活模式 是真的非常的悠閒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次就是 那時候已經快接近雨季 然後有一天是第一場雨 那一天就是看到非常多的小朋友 當地小朋友就非常興奮 然後衝出來 然後在馬路上就是玩水啊 然後沙灘積滿了水就在那邊跳啊 然後不只小朋友就我的老師們 他們也都跑出去玩水 那時候就覺得 當地人真的是很可愛 然後很天然很春朴的那種感覺 就蠻感動的啦 那時候的感受 我就覺得應該是一種真心的交流吧 然後也會就是 邀請我去他們家做客吃飯 然後就會跟他們一起吃當地的菜 在那裡 2008那時候東南亞海嘯 整個馬富雪也是全部淹沒的 但是他們非常驕傲跟我說 我們是在海嘯中生存下來 而且一個人身亡都沒有 然後就會變成他們的一個故事 會覺得他們真的很樂天 那我那時候的英文名稱是 Maldives Life 就是我在Maldives的生活的角度 所以一開始是我的朋友想要來找我玩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找 那時候認識那個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說到他很多幫助嘛 我想說那他們可以住你的飯店 那就當作回饋給他 然後那時候就 誒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原來這件事情是可以幫助到人的 因為我也比較會玩嘛 那我就知道說 誒你來你可以玩些什麼 那我就還可以順便幫他們安排好行程 然後安排好交通 當地的飯店老闆 他們其實有很多不錯的行程 但他們不會推廣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棒 很山影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就把它開始系統化的去運作 是因為我喜歡這裡 我才做這個推廣 變成一個循環 就是更喜歡這裡 其實回到初中 還是想要幫助到這些人 其實我不把它當成一個工作啦 我會覺得 這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去幾個島 我就想要去幾個島 所以我在去的過程中 就是有一些會變成我的故事 那有一些就會變成 誒我覺得是適合讓大家 一起來玩一個地方 他們還會教我講當地話 像你好就是 Kikine 那你要回人家說 Rangaru 或者是Balabalu 就是我很好的意思這樣 然後謝謝就是Sukuri 我最想去法國 沙烏地阿拉伯 米國 拉托維亞 瑞典 我想去北海道滑雪 我最想要去洛杉磯看MBA 我最想去阿拉斯加看極光 現在就上直想旅行去鍵盤旅行